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经纪 今天我们请到的讲迹嘉宾是彭拳七段 彭老师你好 大家好 这盘棋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由满汉 他的网名是满汉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到底是谁 他只黑对战Master的一盘棋 这盘棋Master是白棋 我们来看一下棋局 你这盘棋应该也是第一次出手 这个是第一局吗 第一局上面写了 可能就是在时间上Master第一次登上网站来下棋 对这时候对他是一无所知 这盘棋已经从后面的一些招法上看 已经亮下了我们的眼球 是吗 对我们现在看这个二连星 二连星那不会亮下我们的眼球了 我相信球门 后不及待来看一下 对我们球门都会下 高手门也天天下 二连星没什么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变向中国流 非常流行的一个布局 这是变向迷你中国流 对吧 对对对 然后挂脚 这时候波澜不经 嗯 我们看到走了一个 脱退定式 对我相信也是球门 基本上都会加的一个定式 对 我总认为这是我学习的时候 最喜欢的一个定式吗 最先学的三大定式之一 对对 一般就是小木就先学这个定式 对最简明 对 然后B柱 这个因为它B柱的还要扩张这个模样 如果是在这儿呢 其实我们看到呢 嗯 如果是普通小飞呢 它可能会采取一些别的下方 因为这个暂时 我们看到这模样没什么好扩张的 嗯 也主要是也不担心黑的白的踩过来 这比较坚实 现在你如果是走别的话呢 摆得住上普通的踩了 你还得补一手嘛 不是很舒服 所以说它B柱也无可厚非 嗯 也给黑白几些压力 而挤是 挤这部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是一个先生 挤当时大家都是喜欢保留对吧 对 这五随关是下一步 啊 下一步是 你说的是这个吗 对 嗯 下一步就是从事后来看呢 这部琴满犀利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解法的 就是 但是呢 如果是你第一次跟他对击 就是 没有心理准备的话 我觉得很容易就上头了 而且是把它当人下了 不是 对 你很容易就上头了 嗯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以前都是走这儿了 走这儿有个问题呢 白几黑的就算就围上 我们看到白几比较尴尬 我们交给球门一个很简单的起 嗯 不要看白几好像先有便宜了 然后这时候 我们就看如果是先下人这样 白几不会下别的 一定会拆边的 对 这被加住以后很难过 你必须得下一些很无聊的棋 出逃 然后他 你不管怎么出逃 那就给钱摆完 那黑棋就算不攻你了 他回手也是非常痛快的 主要是你白棋实在太无聊 虽然黑棋没有多少 但对于白棋实在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高挂呢 黑棋不是特害怕 要不然他就不会逼了 对 他下这步棋呢 主要是你没有准备的话呢 很容易进入后来的那个误区 我们先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是半 对 我们先看实战 他怎么结的 结半 对 他会觉得 普通会觉得这个棋是损棋 因为棋摩后问一个问题 那不就等于是 新位拖的时候 我们拖先了吗 是 对 就跟找结材有点相像吗 那不是正常是亏损的吗 我靠你没理我 对不对 对 这个我们先暂且不提 先下到这 但是本身就是黑棋的脚 所以说也无所谓吧 白棋是吧 对 这个是一个解法 但是关键是下到这的时候 我给 请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可能大家就明白 这个地方蛮重要的 他这个解法是不对的 黑白棋 黑的一定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局部好像是黑棋 好像看起来可以 首先这个子不对的 这个子有点小了 如果是先长这样 你绝对不会下到这了 我相信再胆小的棋 我们也会大费 再说我们又为什么要猜 这些我们好猜的 对不对 对 这里那么厚了 肯定是拐起来了 或者是直接猜大的了 连片了 对不对 所以这部棋的子效非常的低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子不对了 对 其实是这个 我们来看本身 黑白棋是走不过来的 其他地方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本身白棋如果打得住的话 它是困不住这个子 相反 它自己要被攻了 这明显是照不住的 对 所以说它挂的 你肯定守了 就本身这个子是安全 它通过这个靠以后 莫名其妙 你这个子被它攻了 而且好像陷进去了 而且我们把这个棋给拆解一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白棋一点都没有 为什么 等于是你把这个子放在这了 我们看到 本来在这了 如果放在这的话 就我们看到挂脚 你觉得尖顶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我们觉得尖顶了尖是不是有一种自残嫌疑 要不我们还是单减算了 对不对 是不是一种自残嫌疑 好像这时候你生怕自己的子不够薄 而且还给人推着一下 对不对 对 然后它唯一的坏处是什么 挤了一下 挤了一下 撞了一气 但是如果撞这一气 跟对杀没有关系的话 对 如果你还是杀不过它 它几下是无所谓的 它几下没有损什么东西 如果是你突围围不了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我现在没有气候这么下 对 这个你太疯狂了 就算像这样你也会飞 你不可能再尖 再让它再多个压再把你封住了 而且首先你就不可能让它挂进来 如果是比如说打个比方 我们先是这样的话 你一定会补这补这 你绝对不会让它进来 所以说它靠的时候 我们说了这么多 怎么解呢 这个军部呢 其实这部其实好奇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就原来这边 长在那边 对 就只能是 起码这个子比较好 所以我站是没 它扳是扳不了的 你可以断 它立马你就往里爬上了 反正这地方是安全的 总之 不管它 它可能会有这些 什么 这些好手吧 再说了 总之 总之退完以后 这个子安全 而且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也等于 我们给起码推荐 其实也等于把它突破了 只是我们没有斑 也等于也连招了 对 就局部还是转的 对不对 总比挂脚了 飞什么强多了 其实局部还是转的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 只能是退这个 这部太冲动了 其实这个斑 确实被您一首歌 觉得是一部特别大的臭气 对它方向上出问题 而且主要是当时 肯定脑子有点发热 而且往期 可能下的也没那么认真 我觉得还不是它不认真 往期主要是比较冲动 它不会说是像 平时自己下的话 它认真地分析对方 有时候火气上来 就冲上去了 当下了这的时候 整排气已经不对了 因为被靠断以后 我们看到出不来了 这个气 对 然后由于后来的这个下巴 其实跟这个 我们看到撞这一气 根本就无所谓了 我们来看 对 然后你打持它拐住 然后黑气度过完 爬一下 长 把这一气当中得走了 然后你还得二路很委屈的煎火 这时候车门卡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吗 根本就关系不大了 对 然后白气在普通的 对 手个脚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局面已经是比较落后了 当然了 如果是对局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 我觉得这部棋是 这部棋它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我觉得这部棋应该是败招 败招是吧 不是 你仔细我们看一下 我们仔细看一下分析这两块棋 这边其实人家棋已经快活了 对 这边就不谈了 相当于后世这边 不是 我们就算不说这边是后世 你总不能两个子 两个人就把边 八九个人就干掉了 你凭什么打得过我 就没有道理 其实这时候他只能冷静地把这个子弃掉 我觉得他要耽误 不走再挑一下先手 如果黑白起围的话 冷静地 这时候应该还能下 就是可能落后一点 我觉得可能就是像彭老师说的 往棋比较冲动 他觉得黑棋那边已经亏了 然后我一冲动一生气 我就要跟你干 他可能就下这么一个招 对 他肯定是知道自己亏了 这个是这时候想明白了 但我们看到 我们再来看几步 我们就会明白 棋我们就明白了 然后他大跳 你还得跳 这个没有 把棋挡下去 让他冲 然后黑的加 然后白棋挤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不知道黑棋在搞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这地方随时一提就两个眼了 你去吃这个子也完全没有意义 觉得人家这个棋是火起 再看这边 这边根本就动不了白棋 然后我们看到除了把自己下的特别薄以外 这边由于中间长出一块枯起以后下面这个边就不好走了 对 随时以后人家一震头你就昏了 就不好走了 你自己跳呢 单关 不停的走单关 不知道在干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 已经是崩溃了 就这盘棋来说已经是崩溃了 我们再看几个 然后 好 其实这时候已经看出MASTER的一个风格了 对 当MASTER我们看到全线补齐的时候 其实明眼看起来白利了 吃亏对不对 对 然后你走这 对 把它踩一遍 我们来看 这步齐应该是最后的摆角 这步尖角 最后的摆角 这无论如何要出头 其实已经看出来 一定要 MASTER很善于下控制 而且特别很善于下 连上以后 善于利用后视 其实我们看一定要出头 首先要伸援自己的中央 这些题其实仔细看都支离破碎了 对吧 我们如果现在这黑的怎么抵挡 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说他这边有无凶先手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跳出来 跳不是为了公摆起 是为了 给自己联络是吧 对不是破白棋的模样 不是为了公摆起 只有白棋围不上大控 这棋还能下 毕竟之前我们看到黑起来就搞到一些失控 虽然不是很多 实际剪脚它没有注意 我们看完这个套餐以后 这个非常的实用 我们看到 你只能挡 当这个套餐下完以后 我觉得大部分钱 我们应该已经看出胜负 你只能扳 它就把你扣上 它就怼住你 这地方有断 只能爬一手 然后它一振住你 这盘起你下不了了 这也太大了 你活它一赶 这边全是它的 你如果实际上你掉进去 就算能活中间故意就死了 而且就算不死 其实我们看你也没捞多少 这地方也就多捞了二十目几 其实它光这个胖子已经不止二十目几了 我手掌了就发掌 就是它是无本买卖 就是它供不到你 我们俩是平手 供到你你就死了 所以这时候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最后应该这块棋中间也是死光了 就是黑棋这个死光了 最后是吧 因为它是被迫去打入下面 这段棋应该说是 黑棋早到的四五十手的时候 就已经不行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班的选择 请我们注意 这个靠其实是可能是个好期 但是我不太确定 就是退的时候 它还有什么连环拳 就是暂时没有展示所 有点遗憾 这个是我们可以立即能学得到的 能学得到的招数 但我觉得黑棋只能退 这个方向走完以后 其实已经陷入困境了 然后肩的时候 可能这个子不该走了 就给全部建议 直接拖延站大上 就直接放弃算了 活完以后已经大裂了 这部棋肯定是自判 情绪化 这部棋是最后的败招 剪完就不行了 好 我们就给大家点出生服处 然后我们就不往下继续摆了 这半期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